有颱風要來嗎?應該還沒吧? 通常外圍有颱風的時候,在行程的時候都會有形成這種 傍晚會有這種的雲的顏色 結果嘟嘟這個打型是保送了帶陪風 保送了二局上半副方隊的第一位打成 這數據其實還不錯 觸生球,哇!在聯好球之後,觸生球保送 你這一局的控球稍微有一點狀況 第一位面對打者保送,第二位投了幾球以後 這一顆球總是今天會跑得比較偏高偏內角 有時候這種小狀況不是很嚴重的話 都有可能需要熬過這個半球 滾低球,有幾手,哇!沒有攔住 這個球穿越出去,那現在富翁隊二壘跑走 繞過三壘之後,回本壘得分 神浩瑋這一隻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帶有一分打點 對,一開始以為是有機會喔 看能不能抓個雙殺的位置喔 但是,游擊手手背的位置 似乎不是那麼完全靠近二壘壘包喔 因為這個彈跳雖然有一定的回擊速度 但是,他的彈跳是有大概兩個彈跳剛剛好喔 可是這個游擊手手背的位置 是不是,比較偏左邊喔 那現在,同一四隊這邊 鄭博人頭友教練上來喊戰 速球,被打成了一個右邊方 上了飛球,這個飛球,哇! 掉在界內,形成一隻安打 那現在富翁隊又要分出了近仗喔 現在王力好,繞過二壘,直到朝三壘來推進喔 第二分也進來 這是一隻帶有兩分打點的三壘安打 這一球我想,都都其實也不想要保送喔 最後投進去的位置,稍微紅中偏外角喔 不過因為他的狀況 對打者來說,前一球也設定了這個 算是等了一顆紅中的直球 這一顆球其實也蠻偏紅中的位置喔 那當然對打者來說,就相對好掌握喔 對,當然現在在場上還是要觀察都督 中間方向的飛球,中暗野手沒有辦法 這個飛球落地,形成了安打 那三壘上的跑者回到了本壘 攻下了分數喔 這是富翁隊這場比賽的第四分 對,幾乎進了一點都是在高的位置喔 當然三壘有人的時候 對投手來說當然還是高的位置喔 反而是對方設定的一個揮擊的契機喔 算是參加選秀喔 因為如果是手有擊的話,我們先看一下場上 這個左邊方向的飛球 哇,林家瑋第一時間判斷好像有點問題喔 沒有接到這個飛球,讓球掉下來 那現在富翁隊,唉唷,李宗賢 繞過Stanley之後,緊急煞車 嗯,及時的回壘 那王聖偉,進路上是一支二壘安打 確實,現在場上的都督,確實我覺得是身體 可能有一些不舒適的地方 對方讓他是有點撐著在投喔 那當然這樣的球威跟進壘位置 如果又太好的話 對對方來說會慢慢的被打開喔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當然 教練上來應該是要換投了喔 對,已經跟主人參觀要求 也是這個半局第二次喊暫停了 所以潘威倫的工作到這邊要告一段落了 今天只投了1喔,三分之零局了 在第二局,他是沒有抓到出局數 要被換下去休息 來手左外野 角度上來講,是不是有一些差別 還有,先看一下場上喔 哇,又是一支安打,右邊方向 這個飛球形成安打之後 現在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到分數啊 二壘的跑來者被擋下了 現在沒有人出局 哇,這個半局富邦隊 七位打者上來 還沒有人出局啊 這一球其實 也算是有壓低啦 不過王正堂的跟球也跟得很好喔 謝謝 我相信